請公投反萊豬 反美駐進口立法院一戰 國民黨失敗決定拉長戰線 不只黨團推十安公投 黨中央也立平公投綁大選 提升公投能監督 當主席江啟成親自走上街頭 拿著連署書邀請民眾填寫指示 不知道是真的忘記還是假的忘記 江啟成看到連署民眾 簽完公投綁大選 就把另外一份十安公投拋在腦後 還好馬上發現才趕快追上前 補連署 這一次的公投連署 不是只有護十安這個反萊豬公投而已 還有另外一個公投 是還我公投綁大選的公投 請一併連署這兩個公投案 然後我們在八月二十八號 同一天來投票 為了讓公投成案 國民黨將在全臺一百五十九個議員選區 廣設連署點 畢竟第二階段依規定 三月二十一號前都要拿到 二十八萬份連署書 只是一口氣推兩個公投案 一個由黨團總召林維州主導 一個是黨主席江啟成題 加上國民黨主席的選舉 通常落在五月到八月舉行 就被外界解讀 這是江啟成為了連任黨主席 再鋪路 如果什麼事都要跟黨主席選舉挂在一起 那大概什麼事都不用做了 所以我還是強調 只要是當一天的黨主席 我就是做黨主席該做的事情 你只是在暖身 你用這樣的主題 否則我相信現在所有的聲量 江啟成也比不過韓國瑜 也比不過朱立倫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我相信極度緊張的就是江啟成 他一定要透過很多的政治議題 來為自己製造聲量 反萊豬戰線延收掀起連署公投戰 江啟成占盡主場優勢 牽動國民黨主席的該選之爭 其實這個萊豬進口 從元旦就開始 我想先問一下秀方委員 我們中華在地 我們中華也遺跌很多 我最近是聽說 在白骨便當都開始起價了 不過有人說過年前都會多少起價 這是正常的 但事實上 如果按照現在今天是8號 1月8號8天的過程當中 來就進口8天 第一個應該還沒有進來 是 還沒 還要鋪貨 還要走通路對不對 目前還沒有 因為我們還要查廠 對 沒有查廠之前是不會進來 這樣可能三個月已有事情了 對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在地中華養豬的民眾 真的有 因為這樣賺國多錢 養豬的喔 我要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的美豬 其實以前就都有進來了 這次是說 讓含有這個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可以進來 那其實彰化養豬也是蠻多的 可是這些養豬的這個豬農 其實他們會覺得說政府還是有照顧到他們 因為豬 第一個你養豬 第一個環境 周邊的環境 可能會旁邊的豬物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農委會也因為這樣子 撥了這個 百億基金 對 130億 要讓這些豬農的設備設施能夠提升 還有冷鏈供貨 運輸等等都幫個忙 對 所以豬農 第一個豬農其實反彈沒有那麼大 因為有跟照顧就對了 消費者也反彈 不是說白骨便當有的沒有豬肉都起價 白骨便當起價是因為 他以前都用這個進口的豬肉 加拿大豬不好吃 我們看到他是 他是用這個進口的豬肉 那未來如果民眾會覺得說 那我就是要吃這個台灣豬 好 那勢必台灣豬 這個整個供應 可能大家都搶著要台灣豬 老拜 便當你去給 這個是一定不會回來的趨勢了 是這樣嗎 我是認為就是說 其實民眾 這是不一樣的 原本用外國豬的便當是 假設賣60塊 現在你要吃本國豬賣65塊的話 本國豬沒有漲價 那是你現在有機會知道 以前那個是外國豬肉 是因為成本比較低 不是說因為你買了錢 所以我就漲價 因為我用更好的原料的關係 所以消費者自己要想清楚 就跟你買菜食材 中國跟台灣的不一樣嗎 那問題是有沒有可能 大家覺得台灣豬肉很好吃 一直吃一直吃 這個後來 蓋起來一直蓋起來 本來一百塊 變百印 變百魚 沒有啦 我們現在也百分之 不是 我們現在也百分之九十都是吃台灣豬 對啊 百分之九十都是吃台灣豬 只有百分之十是進口的 那大部分進口也應該都是一些加工食品 對 所以我是認為就是說 因為台灣豬的品質是 比其他國家的豬的品質還好 所以大家對台灣豬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國民黨一直吵什麼反萊豬公投 今天炒不起來 意思是這樣嗎 沒有效 大家無感 也不是說無感 我說一件 我自己在基層這樣子走 其實有的媽媽她會覺得說 我以前就是在傳統市場買 我豬肉就是在傳統市場買 對啊 那只要標示清楚 我如果要去超市 或者是我要買的這個貢丸也好 或者是水餃 那以前也許它是進口的豬肉 那如果現在在包裝上面 你把它標示清楚 他如果說產地是這個美國的 或者是其他國家 我如果說今天我是一定要吃國產豬的話 那我看到產地是這個其他國家 那我就不買嘛 對啊 所以我們要求 其實很多家庭主婦他認為就是說 政府要開放沒有關係 可是就是要標示清楚 對 了解 夏天議員是有剛剛說的 國民黨炒這個議題 其實很多時候是假議題 背後有不同的政治的想法算計在裡面 這個怎麼會是假議題呢 我們今天 可是不是說消費者都不在意嗎 我已經講說消費者不在意 我是不知道這個從哪裡來 所以消費者很在意 我們就看民調嘛 就看到底現在多少人反對萊豬進來 目前的民調 你告訴我們比較明確的數字是什麼 我最近看到還是大概高於六成的 國人不希望萊豬進口進來 但是不希望跟不去吃他 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政府要進來他沒辦法 他沒有選擇啊 他怕會吃到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先 我們先回來講 第一個為什麼會有漲價 我覺得這是一個心理因素 就是一個預期心態嘛 會說我怕吃到賣米 所以說我就敢 我如果買比較貴的應該是賣米 那不一定啊 那比如這樣子嘛 這叫預期心態心理因素嘛 很簡單啊 如果這個市場不存在有萊豬 那我怎麼怕會買到萊豬呢 豬肉還是會漲 剛才在漲價的時間 所以我講啊 歸你一點起床 不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笑的一個 為什麼我們講覺得它是一個假議題好了 就像新北市侯友宜 最近一直大動作就是說 我們就是要去市場查萊豬 你到底是在查萊豬還是查標示 豬肉還沒進來不是嗎 重點是現在根本沒有萊豬進來 還沒來還要查場 所有的進口是零 好 那侯友宜到底是 對 侯友宜在查什麼 我不曉得你在查 你說我們現在做這個動作 侯友宜說都是在查萊豬 萊豬就沒有市場上就沒有 你在查什麼 第一個 早期的有一點點 以前進口的那個豬肉 美國豬一直以來都有在進口 但是以前是沒有含萊克多巴胺的 所以你說他現在是要查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重點是市場是零 當然沒有 沒有這個 好 那你這些動作 國民黨在那邊查這些 我不曉得 應該講侯友宜大動作 做這些動作 做給民眾安心的 好 這是不是假議題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 再來 我再來覺得說 豬肉漲價或跌 我們回過頭來看 國民黨都在講什麼 在去年開放我們宣布8月份的時候 8月27號說開放萊豬的時候 國民黨說什麼 國民黨的張立善 還有國民黨的李德維立委 還有幾位立委 在立法院說 如果萊豬進來 造成豬肉崩跌 中方麥克風掉了先別一下 稍回來來看到的是 所謂的萊豬根本還沒進來 那到底所謂的縣市首長在查萊豬 到底在查什麼 稍回來 這個禮拜的週末的時候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要親上火線 請大家一起來連署 說要拼50萬分的連署 還要拼的是8月28號的 這個辦萊豬公投 若方剛剛上一段 這個有打斷了一下 其實這個議題應該會到8月底一直在講 但問題是就成如剛才這個秀方委員說的 好像基本民眾對於這個萊豬進口 都已經想好我們該怎麼做了 就進來嘛 就是不要吃嘛 那如果歸一點價格 其實那是市場機制嘛 但問題是這麼做 背後一定有很多政治盤算在裡面 當然因為 是不是張啟臣一些比較極端一點的一些動作 或者是包含立法院的一些黨團 像之前在丟豬內帳這件事情 沒有話題可以吵 大家討論了 吵了一個非常久的一個時間 那這樣子對於國民黨 到底有沒有正面的效果 是加分的效果 有嗎 但我覺得從國民黨自己做的民調 上一次他們有分民調是19% 跌破兩成 比他們之前還要低 那就不要再吵這個議題了 我會覺得說到底怎麼樣說 那是國民黨自己的事情 他們要怎麼樣走這樣的路線 那只是他這樣走的路線 多數民眾能不能買單 能不能接受 那就是在民意上面有一個翻譯 剛議員說超過六成 不滿意就是萊豬進口 你看一下 的確啊 我知道民進黨的民調做成 我來問一下好了 現場如果我們大家問 你直接問地方的那個路人說 萊豬進口你覺得怎麼樣 我先說吃素救地球 對 你有別人用說嗎 都不要吃肉好了 你的問法應該是說 如果你的問法是說 你覺得萊豬進來好不好 如果是我我也會覺得說 可能不太好 因為萊豬進來 但是如果說像前陣子那個 蘋果在網路上一個民調就是 如果說在這個萊豬開放 那後續的配套措施標示 那對於國際台灣在國際上的經貿上面 會有一個發展的時候 你覺得你能不能接受 好吧 他覺得這個有六 也是六層次七層次 他覺得這是接受的 這也是接受 他覺得可以體諒的 看你怎麼問問題而已 就是問題的一個方式而已 就像如果說 那個中藥店有P霜 那他還不要進 因為這P霜其實用來 其實是做別的作用 有點藥癮 但他有毒 對那你會說 你說那如果中藥店賣P霜好不好 我一定會說不好不好不好 但是他是如果用在其他用途上面 他是有效果的 或是什麼的 那你覺得可不可以 不要亂 又要管理好 對 這是要管理 我覺得這件事情來說 應該是 國民黨他要這樣問 大家會有他的效果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民調上 問問題的一個方式 他會呈現不一樣的一個效果 所以這個民調是做給國民黨 自己看得爽的 是這樣 當然不是啊 我只是覺得跟蘿芳講的 那個民調問題 我都覺得有點詐欺的心 不是啊 詐欺 我請問文雅 你怎麼知道他能不能管理的 好 第一個 你怎麼知道會不會管理的 我們希望他管理的好 不是 希望管理好 但你做民調 不能夠跟人家講 我假設做的好 我覺得問少庭議員好了吧 是不是這樣講 國民黨今天一直喊的是食安 一直喊的是食安 你覺得萊克多巴胺 對於肉品上面 或人體上是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他是食安問題 回過頭來 我們也要問國民黨 江啟臣主席 2012年開放美牛 他也叫做萊克多巴胺的牛肉 請問一下牛肉的萊克多巴胺 跟豬肉的萊克多巴胺 到底哪裡不一樣 一樣吧 這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難道說 美國的萊克多巴胺牛肉 就不是食安問題嗎 你看它已經從2012年進口到現在 大家的標示就是 我是來自美國的牛肉 就是澳洲的牛肉 牛西蘭的牛肉 Menu上面也全部都是 那就是我看了以後 我想要吃 但還是很多人說 美國牛肉其實滿好吃的 好吃 我覺得國民黨今天是不是要先講清楚 江啟臣在2012年的時候 他投下了這一票 同意含萊克多巴胺肉皮進來的時候 那你現在在講說 萊克多巴胺這個不行不行 要公投不行 我覺得這到底是國民黨 你的2012年跟2022年的 這樣子萊克多巴胺哪裡不一樣 我覺得你們要說清楚 那你說豬肉的價格這個部分 豬肉因為剛剛我們再講到一半的時候 豬肉價格在還沒有進來的時候 國民黨的立委李德威 像那個首長三立善 他們就在立法院就說 豬肉進口豬肉進來之後 會造成我們的豬價崩跌 他講崩跌 上前幾天的時候 江啟臣主席講什麼 豬肉大漲 然後甚至還有報紙在頭版寫 豬肉大漲 但他在A3面的時候寫 豬價崩跌 所以請問一下 豬價到底是崩跌還是上漲 到底是會漲還是會崩跌 好 然後再來 每個人有各自的說法對不對 我們現在應該過年前 現在的確是稍漲 現在的確是稍漲 你要把所有去年的這個時段 跟今年這個時段拉出來 農委會有統計 現在的豬肉豬價 大概一公斤是70塊 去年大概是64塊 然後同一個時間 前年大概是67塊 這價格其實它的波動度 其實沒有到一個大幅漲價 那在過年前 其實你說肌肉會不會漲 其實大家以市場的需求來說 在大量的節慶的時候 中秋節前夕也會大漲 中秋節後 豬價當然就趨緩一點 所以我會覺得說 國民黨你今天的食安 你一直強調食安 那你的豬肉萊克多巴胺 牛肉萊克多巴胺 江啟臣主席 你現在在做這樣子的一個公投的 政治性的操作 你要不要先回過頭來先講一下說 你2012年的狀況到底是什麼 你們的食安標準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你們要說清楚的 國民黨乾脆加一個 我們都不要吃 吃素救地球 這樣會不會 那個聲調會拉起來 一切有一群人是吃素的 他不會受到這個萊豬的影響 那有些宗教也不會受到萊豬的影響 所以這個應該換個標題 不要打萊豬公投 應該說我們都不要 但是我跟你講 台灣會比較有效一點 台灣吃豬肉的比例 跟依賴性實在太高了 是啊 不過我請問一下2012年 當時立法院 是國產豬啊 對 當時 那是以前是國產豬嘛 那未來你有可能會吃到 不是國產豬 會吃到萊豬了 台灣一直都有在進口豬肉 那2012年大家是想一下 大家回想一下 2012年 立法院通過 如果要進口美國 30個月以下的幼牛 的萊豬的時候 有沒有全民這麼樣的反彈 我們講民眾 當時 民眾有沒有這麼反彈 沒有這麼反彈 忘了 那時候是黃牛症的一個問題 黃牛症跟這個萊牛 不一樣的議題 所以我先講 當時的民眾對於進萊牛 沒有這麼樣的反彈 那原因當然很多原因 民進黨一直不願意去 正面講的就是說 台灣人的飲食習慣 吃牛跟吃豬 高達七八倍之多 甚至有些人是不吃牛肉的 OK 再來 很多豬 台灣人最喜歡吃到內臟 內臟的存量又更高 像孕婦 坐月子 夾油劑 對不對 麻油 腰花等等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今天 你說內臟配冰後的拍子 你看很臭 他們都是一個解釋說詞 那當他們想過加工食品呢 當你是加工食品 豬肉 然後豬內臟等等的 加工食品 你吃到裡面之後 這樣子有一個 我覺得就是 你從進口的內容 因為我們的品項上面都有寫 你的內臟進來多少 那個行政院公布的那張表格上面都有 他是可以溯源 他的東西到底去了哪裡 那這就是後面我們所謂的 這五大措施 害有稽查這部分 那剛剛議員有講到說 對 台灣人多數的飲食習慣是吃豬肉 以豬肉為主食 我覺得這沒有問題 但是台灣不是不產豬肉 台灣的九成豬肉都是產銷在 自己賣在自己的國內 那相對來講台灣牛肉 基本上多數全部大概九成都是進口來的 除非金門比較多 可是我們食用量就是低 這個九成的牛肉 有五成是來自美國 你食用量的問題 你就吃得比較少 你把豬肉的食用量低 還是有萊克多巴胺的牛肉 你錯了 沒有議員你這不對 你為什麼不要去面對一個 食用豬肉很高比例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是對 那既然它是有毒的 你為什麼要讓國人去吃呢 你說我們的牛肉 進口牛肉 我們一個人平均下來 一年是吃4公斤 我們的進口豬肉吃下來 平均是0.83公斤 所以你要想 進口牛肉的進口量 是進口豬肉的7倍 它是7倍 台灣本身自己有產豬肉 你應該是看總消費量 不是進口量吧 沒有 台灣消費牛肉的量 是遠低於豬肉 台灣的現在的牛肉 有很多嘛 而且很多 重點是 加工的豬肉的食品 你沒辦法去知道它豬的來源 其實議員還在說 加工的食品嘛 還在講管理的問題嗎 你人民相信你可以管理溯源嗎 人民如果相信 就不會反對進來了嘛 人民還不太不相信 你相信的話 那民調為什麼不支持你呢 你對於剛剛我們在講說 你要用民調去看 到底為什麼人民會反對嘛 那你為什麼不講說國民黨 你應該知道人民反對的理由 而不是硬是要去強勁說 我竟然會管理好 國民黨今天在2012年 他們通過的那個 食品衛生管理法裡面 他是講說通過的是什麼 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肉品進口 他不是特別講牛肉 他講還有萊克多巴胺的肉品 最近是把豬肉排除啦 肉品是什麼 豬肉 他是牛豬分離嘛 不是 你要去看 他的內容 很清楚的牛豬分離嘛 當初是有講說牛豬分離 但是他的法規上面是直接寫上 只寫肉品 那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這個不用強勁 當時反而就沒有 允許萊豬進來 萊豬進來 萊豬進來完全是 蔡英文總統在8月24號 他用行政命令進來 所以我覺得說 在這個萊克多巴胺上面 他其實已經不是 牛肉跟豬肉上的問題 是萊克多巴胺 在有沒有一個國際標準上面 他的可添加跟不可添加的容量 所以國民黨今天 你有沒有想過 食安上面 那為什麼解釋這麼多 我們的民調還是60幾%的人 你不願意進來 我覺得 你們已經解釋了快四個月 大家還是不贊成進來 那為什麼 蘋果他在線上做的這樣的民調 是有達到七成人 你那麼多的字路性 他可以 這不是我們做 是蘋果他在我們上 那你為什麼要選這個 字路性的民調來講 那你選擇你們說 其他的民調都是 表達大術不願意進來 今天因為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不管是萊克多巴胺豬肉 或是進口豬肉 還要進來的時候 後續其實 很簡單 那發言了你願意吃萊豬嗎 你去找出來 你願意吃萊豬嗎 你吃不吃萊牛嗎 我吃啊 劇量不高啊 那你願不願意吃萊豬啊 你願意吃嗎 如果民調願意不願意吃 那幹嘛要進民調的關係 你不要吃幹嘛讓它進口來呢 我覺得 而且牛竟然有可以選擇不用吃 我剛剛聽了這麼多 民調的部分呢 一定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包括漲不漲價啦 包括到底高或低啦 不過稍後回來我們再抓另外這個民調 柯文哲市長說 國民黨反萊豬 民調降更低喔 這是柯文哲市長說的 那到底現在有關萊豬的細節怎麼進行 還有是不是一定要趁這個萊豬的聲量 對於江啟臣也好 對於柯文哲市長也好 他們的政治前途因此會大放光明燒回來 柯文哲卻第一個表態不簽 柯文哲是最會看風向的人 這就給了國民黨很清楚的一個風向球 如果你再去搞這些美豬的 所謂政治操作的話 國民黨真的自己會民調越搞越低 國民黨連署出師不力 也看出柯文哲在萊豬議題上的搖擺態度 他雖然不願幫藍營連署駐權 但抨擊政府不落人後 前一天才點名 行政團隊遭驚的原因是蘇貞昌 隔一天被問到繼續算個沒完 你覺得蘇貞昌有沒有可能第一個被改組掉的 這個要問小英 問題是他好像 那你如果是小英的話呢 還好我不是他 人家痛過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台北市市政做得如何 而不是一位只會批評別人忘了自己的角色 執政黨立委邀柯文哲先自我檢討 到底是誰遭監 民眾看在眼裡 台北市長柯文哲說 國民黨反萊豬 民調降低 這個話聽在少田議員眼中一定覺得 不是不是不是這意思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想問喔 台北市開出全台灣第一槍 議會通過萊豬釋線案 是不是很明白地方跟中央對打 總理 現在各地方 尤其是國民黨執政的縣市 當然現在都有提出一些不一樣的意見 那可是我覺得 其實我們剛剛在談論這個萊豬的 尤其萊豬公投這個問題 你看這個週末其實 國民黨會開始有很多的連署 好像很多地方連署點 連署點 超多 但是我覺得就是談這個連署的過程裡面 我們一直在談萊豬的問題 就是說萊克多巴胺 它就是食品 就是在 它是一種添加物 那如果依照這個國民黨 要顧食安的這個邏輯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應該要辦各式各樣的 顧食安的公投 我也反對 比如說添加抗生素的 這個在各式各樣的產品裡面 如果我們要吃菜的話 我們是反對添加農藥 在我們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農產品上面 如果按照顧食安邏輯 他應該要這樣子推才對 可是 你看到這個顧食安的公投 食安公投 它的全文說 你是否同意全面進口 含有瘦肉精的這個豬肉 以及它的相關產製品 那我們剛剛一直談到美牛也是 那剛剛其實比如說趙婷一远 談到這個美牛說 因為吃的人少 但我覺得是這樣 你如果說 其實不是吃的人少 而是我們要回到說 食品安全裡面 添加物如果一定是必然 是你吃多少是安全的問題 吃多少是安全的問題 所以民進黨 所以不是說只要有添加物 他就是 他就是不可以 他就是危險的問題 我說邏輯上應該要這樣子 所以我說 國民黨在投這個公投的時候 他這裡面要做連署 沒有問題 這連署是這個公民權利 可是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如果今天 包含其實行政院已經公布 每一天都在公布這個 所謂的這個 我們國內的各種租的 這個國產租 以及進口租的這個什麼 儀錶板 在公告這些進口的數量等等 另外這個產地 現在也要加以標示了 還有包含說 我們看到什麼 如果說現在台灣 我都說真的 如果他在連署 這一個多月以內 我們也沒有任何 假設真的有 真的有所謂的萊豬進來 萊豬進來有民眾吃的 然後因為直接的因果關係 我不是講什麼相關的 我講直接的因果關係 因為吃萊劑 吃萊劑的豬肉 造成身體的什麼樣的一個損傷 副作用或傷害 這樣的案例發生了之後 我覺得可能也許當然 這個國民黨公投 可能數量馬上衝高了 可是你到八月 真的要公投之前 如果這個所謂的萊豬進口 為什麼說是假議題 就是說在台灣人 對於這個所謂食品安全 我們應該要所謂的正確認知 比如說什麼叫用藥安全 比如說我們在吃藥的時候 也知道什麼叫用藥 吃很多藥那當然是危險 可是藥一定是毒的 可是你在一個安全的劑量裡面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說 2012年的那一次 為什麼民進黨說 在Codex的標準之下 我們同意了這個 美牛的這些進口 所以它有一個邏輯在這邊 我們不要說變成說 是牛肉吃得多 還是豬肉吃得多 我覺得不是這個問題 待會請稍微議員說 不過秀方委員 我想問你 就按照你剛剛說的 雖然說這禮拜 開始有很多連署點 開始連署 我們中華的鄉親 應該不會有人去連署 其實國民黨要拼連署 他在那個議員的服務處 其實他們就有設那個連署點 對 議員會去找他的友好民眾 他的支持者 對啊一定會 其實國民黨要連署 50萬份的連署書 其實應該不是什麼問題 那連署過後就成案是這樣嗎 是啊 是啊 所以我是認為就是說 江啟臣他在這一陣子 他就一直用這個反萊豬 然後公投在乘聲量 其實他也應該為了他自己本身 這個要黨主席要連任 對 所以要跟朱立倫拼一拼 是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國民黨在這一陣子 在這幾個月當中 不論是在立法院也好 或者在地方 一定事情很多 聲音很多 是所以他們一直都用這個反萊豬 的這個議題 希望 要選黨主席的人 可能就用這個議題 來保持他自己本身的聲量 沒有別的議題 KDMP戰場嗎 目前是看起來是沒有什麼 沒什麼議題 可以讓他們是 電話可以說 中央還可以說的 所以這個議題 才會從八月份一直燒 就一直講 講到現在還在講 我在想說他應該還會繼續講 講到他黨主席選舉那時候 那順庭議員意思就是 結論就是如此 繼續講 沒有啊 委員也說 現在對中央到地方 大家都說會起來 那是你們國民黨的 因為不是你們國民黨的 不是 委員 這不是說國民黨 我們國民黨要人 民眾不要人 也人不起來 人會起來嗎 人會起來嗎 表示民眾對這個東西很在意 所以你說民調其實很高 民眾會怕 反對的很高 會對這個議題有幸福 不怕說我會接到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說 國民黨我們自己在那裡 在那裡搬起 搬得很高興 會比較沒有人在看他 我也搬不下去 所以這不是說 我們哪時候為了要操作 還是說來自議題是一個假議題 不然委員說 現在五十萬 他也覺得說可能會到達 議員其實很多時候 在野黨監督是好事 但問題是我們都知道說 民進黨說現在這個來自議題要進口 還要包括茶廠 還要有的不的 可能不一定今年 你如果一直動 一直要求監督 可能今年都沒有可能 而且進口商 這些豬肉的進口商 他也說他也不敢 對啊 他進口他的東西就沒人買 現在就是說其實包括 包括有年在立法院 有多少我們在電視庭院看 就是說 在野黨這個立法委員 不是那些國民黨而已 包括其他的政黨 他都會說 到底你行政部門 到時候進來 要怎麼表析 要怎麼查 你說整套風聽嘛 最簡單的一點 你連表析都不敢立法 我問你 你怎麼會放心 有什麼表析不敢立法 我不知道 就委員在這邊他們可以解釋一下 大家很清楚 那你進來貨號 要不要分批 要怎麼去追溯 很多東西 你知道為什麼要出發這樣嗎 我是覺得說 這是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 是不是連進就不要進 就不要讓大家吃得到 那你真的要進 我已經進了 我要進了 你要如何管理 你要如何管理 所以現在都說不算錯 說不清楚 目前是這樣 這個東西是讓人民憂心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是民意 這不是國民黨自己在扔 因為如果之前沒有講清楚怎麼查核的方式 這個連署可能就像你說的 會一直不斷往上衝 今天簡單一個結論 如果說執政的民進黨 把這些東西做得讓人民很放心 就OK了 那人民為什麼會擔心呢 所以他們要去想是這一塊 而不是去想說 你國民黨為什麼要出來演這出去 這個是做的方向 還是范永遠講不講 我來講一下好了 據說連我們議員都這樣問 表示這個問題真的很複雜 很複雜 怎麼叫很複雜 就是說如果各位去查新聞的話 你會記得我剛剛講 那個跨黨派國會的報告就是說 因為你們不進口 我們這個美國合法 美國人都可以安全持用的萊豬 所以這是貿易障礙 這是不合理的貿易障礙 所以要進口 所以要進口 美國人甚至講說 你只要進口就好了 可以不要吃 大家有聽到 只要進口了 不要限制這個障礙 到時候商人都到十一二月還掛鈴 你還是進口了 但是沒有人要買 所以進口商 我們台灣進口商聰明 就是不要進 當時因為第一個 你要先說服我們民進黨的立委 就像有些立委 他都說到時候我們怎麼跟選民交代 我們以前反過來牛 就是說當時有個東西 衛福部有說服我們 第一個 台灣每年食用90萬噸豬肉 只有10到12噸是進口的 就是說佔10%左右 而且進口裡面第一名是加拿大 第二名美國 這個沒有萊豬的 還沒有人反美國豬肉 第三名西班牙 那為什麼加拿大得一名 第一個金拿大也沒有 萊特波達安 一斤61塊 美國的78塊 賣到哪裡去了 所以加拿大得一名 大家知道我們一般人 也不會買加拿大豬肉 因為冷凍品 就是說進口火鍋加工品 最近連做貢丸都跟我們說 他們也不用冷凍的 因為要等他解凍就麻煩 對他們來講的話 就是說解凍之後 那個肉的品質不一樣 那當然這是另外一個 專業的問題 所以加拿大第一名 那所以現在我覺得 像我們的方向就知道說 了解了小英總統 他也跟大家講 要請大家體諒最謙卑的心情 這是不得已的 不然就是繼續反他就好了 所以我們的方向就合理監督 就是標示清楚 你剛講為什麼不能標示 萊豬 萊克波丹 那人家就跟你講了 你這個標示叫歧視 AIT為什麼這麼生氣 你這樣標示 你這樣在美國有萊豬的 是有標示在超市上 美國有標示 這幾國家 他為什麼標示 我們提供台灣人 有資的權力不好嗎 等一下 所以進口上 後來不標示 他為什麼不標示 等一下 那你現在可以把牛標上進去 你讓我講清楚一下 所以後來進口商不是說我自主標示嗎 就是說你作為國家政府 不能強迫標示 因為這個東西就是歧視 你為什麼不去標示別的東西 所以可以進口商自己標示 這就搞定一切了 對 進口商後來就說他們主動標示了 那OK了 那就來 但是國民黨就不斷在打 不相信進口商會標示 就愚弄大家 你愚弄大家 現在進口商後來說他主動標示 所以政府就說你主動標示沒問題 你要不要主動標示 政府不用做事嘛 都要進口商去做嘛 主動標示 這個是國際貿易的問題 這是國際貿易的問題 那你標示產地了 國際貿易要去念書好不好 這是國際貿易法WTO規定的問題 用我的學生去吃 他們買披薩來吃 披薩就標示 這是美國披薩廠牌嘛 我是美國豬肉 我們大家照吃吃很高興 你把一個台灣禁止的萊克多班 跟披薩來做個比喻 這會不會比較有一點很奇怪的比喻 他就標示他是美豬啊 你說標示一個是標示 標示清楚他的產地 另外一個是 如果標示所謂的添加物這個東西 按照WTO的這個法規裡面 WTO的這個所謂 各國這個貿易障礙評估的這個法規 如果說你要標示這個所謂的添加物 至少有250種以上的東西 也就是說你看到一個產品 你那個後面的標籤 至少有250種以上的添加物 必須全部標示 這叫公平 這叫做一致性 然後反其次 大家一定會吵很久 我們要留一點給明天的節目來講 待會兒回來之後 要來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台北民進黨台北市黨部 主委的選舉當中 嚴勝官已經退選了 接下來就剩吳怡農了 是不是吳怡農一定是當選 你認為他擔任這個主委的這個角色 有沒有可能是在幫陳時中做台教的這樣子的一個準備呢 吳怡農正式登記參選台北市黨部主委 不少市議員急著問台北市長柯文哲的看法 那你覺得吳怡農出來選 還是陳時中出來選 對黃珊珊的威脅比較大 這個一樣啦 這個考試還是要自己準備好 你要是考的分數高 你也不怕別人怎麼處理 柯文哲四兩波千金 但為了拿回北市 民進黨可是早就開始布局 傳出新潮流看上吳怡農的高人氣 音隙需要讓吳怡農當上黨部主委 就是為了要替陳時中的2022選北市長鋪路 吳怡農現在是登記參選 我們還是用民主程序 他必須獲得黨員的青睞 在最後勝出 其實並不是量身訂做替誰鋪路 而是為民進黨未來最強的 台北市長候選人來佈局 目前角逐2022北市長可能人選 國民黨以立委蔣萬安呼聲最高 柯文哲力捧副市長黃珊珊 而民進黨被點名挑戰2022 除了有陳時中 吳怡農之外 吳思瑤也是可能人選 多次已經對外說 我認為目前先階段 民進黨人才忌忌 但我們會共推出 一個最強的人 那我心目中最適格適任 而且接地氣也有政策能力的 是陳時中部長 那我當然也非常積極地遊說 2022選戰還沒開打 各政黨積極備戰 藍綠麗拼 首富石土 好 其實最新的消息是前台北市議員 顏勝貫他本來已經是第一個去領表 要參選台北 民進黨台北市黨部的主委 結果剛剛大概中午左右 他已經宣布要退選了 這個問題我一定要先問民進黨的發言 也問若芳 若芳意思就是說 這個登記的選舉是今天截止對不對 4點截止 對 禮拜一到禮拜五 現在是3點46分 如果你要去領領表你也來不及了 對 一定來 我們因為我們節目下節目之後就4點了 所以你是耽誤你選主委 不會 所以現在就確定是 五一農一個人選 那就一定是他 現在看起來就是 就只有移農一位候選人 對 但我會覺得應該回過頭來說 移農為什麼想要參選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還記得就是我們民進黨開拓了一個 大家覺得最不可能設立黨部的地方哪裡 馬祖 馬祖的主委叫什麼李問 李問是大概年紀比我還小 大概2歲還是3歲 他是民國77年次的吧 他非常年輕 那大家會覺得說 這麼年輕要當主委 其實因為民進黨其實非常願意給年 就是很想要給年輕人很多的機會 所以你說李問年輕人去當主委 他有很多的新的想法 他有很多他想要做的事情 民進黨年輕化 對 然後民進黨年輕化 讓很多的年輕人能夠越來越 我覺得每個人的志向有點不一樣 目前是發言 對 我現在是發言 就繼續為我們來國家努力 對 但是我覺得 他曾經有寫過說 其實對於台北市黨部 台北市黨部 當然對於未來2022年的 不管是台北市長的人選 或者是議員的席次上面 都會有一個討論跟決定的一個空間 因為上次選得很漂亮 雖然落選 2014 你說誰 吳一農 吳一農 對 他其實上次非常 票數差不少 差不多 應該說差不多 對 但是你看他 在他的臉書上面其實寫了非常多 他想要對於台北市黨部 他可以做更多 他覺得不管是台北市黨部 或是民進黨 他希望能夠 因為他自己有沒有有的力量 去吸引更多的年輕朋友 能夠進而參與民進黨的黨政事務 然後再來進而認同民進黨的一些政策 然後再來就是加入民進黨 所以柯文哲市長說得很好 他說吳一農要幫陳時中部長 選台北市市長而鋪路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講太久了 或者是他自己也可以選 他是要選台北市市長 還是要選下一屆的民進黨立委 一農其實在臉書上 他其實自己有講過說 他很明確他就是要選 繼續打拼下一屆的立委 他要幫陳時中部長抬轎 你說市長 你說未來的市長候選人到底是誰 2022年現在2021年 其實還有兩年的時間 其實這兩年的時間 變化其實真的會非常快 沒有人會知道說 在下個月或甚至明天 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就像國民黨也沒有人會發現說 半年後那個韓國瑜會大漲 結果半年後韓國瑜就直接下來 那個變化其實非常快 我覺得在民進黨是執政黨 不管是任何縣市或是黨部主委 都是把自己份內的事情 或者是我們執政應該要做好的事情 就是爭取更多的選民能夠認同 我覺得這才是最必要的事情 而不是說2022年誰是誰誰是誰 你做不好都沒有 都沒有 不要想太遠的意思 都不要想太遠 做好就沒有什麼機會都沒有 當下做好 那這樣的話還是祝福吳怡農 時間到了3點49分 所以10分鐘你也不可能領表了 我們在領頭 那我們來聽聽看 從比較遠的地方怎麼看 我們先從高雄來看好不好 少廷議員 你覺得其實這就是柯文哲所說的 吳怡農其實就是一個活旗 這麼做是對的 他就是台北市黨部的主委了 其實他就是超前部署嘛 就是說就像洛邦講的 未來這一年多的時間到明年要選之前 到底陳時中他的民調 是還會繼續高在那邊嗎 如果沒有高在那邊的話 可能吳怡農就是一個很好的對手 如果疫情持續的話 他應該還很高 當然如果台灣控制得很好的話 他的確是萬人米 那當然這種講的很對 我們選舉人都知道 就是時時刻刻小心 但是你無法去完全掌握 只能夠說把它準備得最好 那對國民黨來講當然就是 蔣萬安的確是大家認為 手上的一張好牌 那如何 國民黨現在當然就是努力的 如何在內部把它整合好 那甚至就是說 如何在台北市這邊 使勁的力量 像我知道現在萬安他也是 每個區都有在跑 開始在基層裡面去走 國民黨在台北市 有誰沒有辦法被安排 會來挑戰蔣萬安的人嗎 有這樣的人在嗎 我覺得這不會是安排不安排 羅志強一直說他要選 羅志強是另外一個隱藏的人 從來沒有說安排不安排 如果說真的最後 羅志強還是願意出來 跟蔣萬安去做出選 或什麼樣的話 我覺得一切還是有機制 這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國民黨現在有兩強相爭 要增加的台北市市長人選 我們就盡量爭取 主要是2022 可以把台北市奪回來 對 好再來看台中的 所以總理你對中台灣 你是民進黨台中 是黨部的副主委嗎 對不對 副執行長 那你怎麼看這一局 其實我們在各地方黨部 這個當然主委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要帶領整個地方黨部往前衝 那黨務要往前衝 那當然你看到這次移農 要參選這個台北市黨部的主委 因為其實我們去年2020 各地方黨部的主委都都已經產生 對 那最後一個就是現在台北市黨部的主委 到今年才要產生 很久可能一年多 對所以比較慢一點 那我覺得當然你可以說 當過去有一些紛爭 可是現在回過頭來 我覺得吳以農他提出一個很好的 一個口號 他說要以團結進步跟創新 作為這個投身黨務工作的目標 所以團結是擺在最重要 因為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黨齡也很淺 我自己黨齡不到兩年 我前年才加入民進黨 2019年才加入 那其實不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吳以農也談得很清楚 其實我們投身到這個政治局 工作領域裡面 其實最重要是把當前的工作要做好 也就是說比如說在黨務的工作 我們如何去把黨務兼顧好 那維繫黨員的聯絡 讓黨員對於黨的一些政策 或者是我們目前民進黨 在執政的過程裡面推動的政策 有更明確更清晰的了解 所以吳以農的例子 也讓你沒有所謂 必須加入民進黨兩年的這個限制 但其實我要跟大家報告 其實民進黨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蠻願意給年輕人機會的政黨 我舉例來講我們台中市黨部最年輕的 我們另外一位副執行長 跟我一樣擔任副執行長 他是一九九四年出生的 這麼年紀輕啊 他擔任副執行長 三十來歲而已 不到三十 而且他負責的這個組織工作區域 是台中最艱困的 比如說在這個海線地區 在這個所謂嚴家般的這個地區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民進黨願意給年輕人 有優秀的年輕人機會去 在地方上去經營打拼 那當然一樣啊 你今天看到說 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站出來 包含像吳以農這樣子 然後你看到李問在馬祖 這樣的深耕經營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民進黨 我覺得黨內一定會有一些競爭 可是這個競爭在一些公平的原則之下 大家合理的競爭 競爭之後呢 大家團結在一起 為台灣的最大利益來做貢獻 所以吳以農這麼做 在選舉的策略當中 是故意卡科文哲對不對 我不能說他是卡科文哲 其實不是所謂的卡科文哲 或者是說什麼要去 所以到時候民進黨 一定要推出自己的人選 各黨當然一定要推自己的人 各黨推自己的人 可是民進黨自己做好自己的工作 本分是最重要 我想這一件事情 吳以農也不斷地在強調了 他在接受媒體的採訪的時候 他也不斷強調說 他當前的事情 就是如果要投入到 這個黨務工作裡面 他就是把這個黨務工作做好 這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說去 我現在2021年的1月 我在想說2022年底 那個地方大選 或者是甚至2024年的那一場 國會大選 不過政調但是想不想 你想不想 你可能連眼前這個部分 都無法穩住 你必須要去對未來有規劃 有想法 但是眼前的工作必須要兼顧 超前部署 其實柯文哲講說這是一個活期 大家有沒有想到 如果說到時候2022是 蔣萬安選上台北市長 那吳以農很簡單 他就是去補蔣萬安那個位置 他就選那個立委的位置 你的邏輯是到時候 蔣萬安當台北市市長 吳以農選那一區 上次選舉沒有選上的立委那個席次 他就會出來啊 這些算計太多也沒有用 你們就要超前部署 蠻合理的 不是這樣 你要去討論這些事情 那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剛剛講要把眼前自己先做好 所以 蔣萬安當台北市市長 你覺得也不錯 我是希望這次民進黨 就是說這麼多年來 就是說沒有重回台北市 應該讓民進黨 既然都可以執政了 台北市他可以提出一個首都的願景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 吳以農再回去選那個 沒有選上那區的立委 然後台北市市長給陳中部長選 選上 因為是從大局來講 我是覺得吳以農當台北市的那個主委 不應該只想台北市長這一局 而應該是說 年輕人為什麼願意做黨務的工作 我覺得這是好事 國民黨應該要反省一下 為什麼自己的青年人 好像找不到空間在黨裡面 還出來嗆聲 比如說說那個國會的那個 丟內臟這樣不對嘛 顯然內 然後後來聲音就沒有了 我是覺得你看到 譬如說吳以農講 他是因為理問去做馬祖的黨部 他可能從來沒有想過做黨務的工作 他才發現黨這個地方 其實也有空間 那他來做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說 他願意投入到一個最艱困的 而且我從一個社會學者 了解政治的部分來看 有好的政黨體質 才有好的政治 如果你政黨體質不好 然後都沒有年輕世代願意參與的話 大家只想選舉 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像中理願意做 台中的黨部副執行長的工作 他剛剛講另外副執行長也是年輕人 我覺得這才能夠 根本上就是說 在不同的領域 你都培植新世代 所以我覺得應該當作是說 年輕人他願意參與這個政治工作 而且舉動 角度更多 年輕人